關於一個出貓事件 話說如果在國際比賽捉長棋 可不可以出貓呢 當然是考試一樣 所謂出貓就是那個人沒有準備 沒有讀書 但見到試題後完全不認識 有沒有辦法考的過程中有人提搶呢 或者拿書出來揭曉等等 也拍過很多出貓的影片 例如戴耳機 或者周星馳那些拋招 然後拿電話問 幫我問他牛里黨爭是嗎 什麼方法都有 有些就把答案貼在衣服上 以前我們在鐵筆盒 國海綿的底下寫了方程式之類 最新的出貓方法 真的牽涉到人體器官 有一個叫國際象棋的比賽 然後兩大高手在下棋 國際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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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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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格 之類的 然後發覺很奇怪 為什麼在比賽中 連勝53場國際象棋世界冠軍 就爆冷輸了給新兒子 這個新兒子只有19歲 譬如說 我50 我也50多 跟科斗對戰 照他沒有可能輸給他 我贏了這麼多場 突然會斷攬給他 大家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條新兒子 今年3月在國際象棋全球排名 但對於世界冠軍 潘頓和麗海榮 最後衝線鬥鞭 當然是潘頓贏 當不用當平榜 什麼都沒有讓榜 沒有讓分 當然是潘頓贏 那條新兒子過了 出貓 大家懷疑出貓 怎麼出貓 經過調查後 結局相當驚人 原來那條牟利實際真的出貓 出貓方法很厲害 大家知道捉象棋 有個棋盤 對著 有個鐘 在限時之外 動了一步就叮 動了一步就叮 不要讓他想那麼久 然後發覺 為何這傢伙 捉象棋不是看著世界冠軍 那個新兒子 19歲那傢伙 他常常看在哪裡 看在上面 捉象棋 每個人都要思考 然後發覺 為何他這麼奇怪 不是看著棋盤 又不是看著對手 而這樣看著 後來經過調查後發覺 原來他真的是出貓 他的出貓方法 還要是 很高科技的 通常下棋 如果單對單對戰的話 大家看經驗 但如果你是世界冠軍 對著十幾個人的話 你又不是這樣計算了 例如十個 一個諸葛亮 三個諸葛亮 又不知勝過什麼 靠差 原來他不是對著十九歲 十九歲的年輕人 背後有成天人 對著他 因為那個下棋比賽是直播的 但是 譬如說他後面那批智囊 有什麼辦法通知到他走哪一步棋 沒有耳機 沒有給手勢 沒有大聲喊 原來他裝了一個很高科技的智能裝置在全身 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屁股裏面 在眼裡 在眼裡 對呀 這個真厲害 震動他 你說得對 真的那麼靜 原來他那個叫做 遙控震彈的原理 叫做智能 大腸 豁躍機震動器 類似這樣 因為大家知道 譬如說那個 不是那一刻 都是說那些 屎眼上面就是那條 即是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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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 即是那條 即是那條 便便那條 有反應 那條有神經線 他就將那個 那條感應器 塞進去 類似震彈的問題 譬如說他可能是 簡單來說 他設定了一些密碼 當他 譬如說 因為他搖他 例如藍牙或之類的 發送 譬如說想是這個 居五平二 之類的 然後他就按鈕 這樣就震幾下 告訴那些 走哪條 站 之類的 如是 但他震的時候 他不可以有feel 所以他可能就是 要搖那個頭 他又不是整條塞進去 他塞進去 塞進去 屍眼對上 那一部分 那個位置 也挺難的 首先國際陣子有很多不同的棋子 說我要走去A3 直居走去A3 首先他發了一個訊號給你聽 就是要先移居 你不知道要去哪裏 居不知是魔線密碼 居是 翻譯的名字 真的很棒 那個出貓的東西叫 智能光珠 光是光門 好厲害 好厲害 居 居 怎麼走 居 居 A3 A3 好難 真的有難度 首先要學科特說的 你要記得哪隻棋子 是哪隻密碼控制 長短短長長長長長 短短短長長長 這麼多隻棋 好 然後走哪一步 你一亂了就糟糕了 全部錯了 國際陣子的時間 不是很多 你不足為遺棋 遺棋可以做很長 國際陣子的速度都很快 不知幾分鐘以來 很快地捉 然後你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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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我想問他是不是入場的時候要手伸 所以他想到放在下面 正如你袋子 可能要手伸 經過X光機 例如他要將身體所有電子器材 他又未知是否要過X光機 例如要拿金屬探測器之類 就算你掃到身體響 你可能是假牙或是屎裡等等 你也幻想不到原來你塞了一顆豬在屎眼 捉牆站而已 可能下次說 完了拿出來 不要啦不用拿 很開心啊 他怎麼發現呢 就是因為一著人站起來的時候 為什麼是黃色的 這張椅子很噁心啊 一起來就跌了在地上 然後就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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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貓 原來不是單止馬去做馬企 也會出貓 這些方式其實以前在賭場都有的 摩斯密碼放在鞋底 然後全程 雙腳在那裡打上房 房子又打給他 在耳朵裡聽回 就知道 幫他計算吧 大 30%是雙腳 40%是雙腳 不是雙腳 開個綠給他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